為了補償這麼久沒有推出COBY 今晚你希望看到我這邊 整集在這裡 那待會我跟大家做一些preview 那將會有什麼preview 或者是其實應該香港有得賣 所以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閃閃先 其實現在這些貨應該已經翻了 當然你知道香港的代理貨 不是貼得很快 它一新貨就出 但通常可能兩三個月翻一批 那這次其實呢 應該就是動漫節他們翻了貨 打算在動漫展賣 但是動漫展延遲了 沒有理由等到那時候 那時候有新貨 所以現在應該在店 零售商應該會有比較大量的款式 因為不同款式的現貨可以見到 那這裡只是很少部分 不知不知道有沒有四分一 可能五分一都沒有 那好像差不多一百款的新貨 香港之前還沒正式發售過 那我這裡拿了十多盒 那跟大家純粹說一下盒 那從小到大開始先 那這個呢 就是 越戰兵兵 兵仔 那之前呢 我們有幾款 德軍 有兩副德軍 還有俄軍 美軍 散兵 其實挺好賣的 那可能我自己玩多久 就挺喜歡這個人的形態 就看慣了那種直落的方形 看看這些 又覺得特別一點 還有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們的表情和造型 在盒子裡面看到的 封面 經常說買東西要對封面 那它們的封面是對產品的 因為 大家告訴我 有些封面的構圖 和產品是有輕微出入的 可能令到做得更帥氣的效果 好 這盒也是三個兵 價錢很便宜 平均20元左右一隻 有它的特色 有些裝備 很多時候這些兵 我不特地去做review 或者一堆來做 好 那我一會也不知道怎麼排 由於是展覽出現了 它們就找了一些 即是Cobi 其實有些比較親子 或者叫做十元仔的線路 但當然 Size 方面其實是一樣的 不會像有些大牌子 會分大小積目的系列 它這個尺碼也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個尺碼是玩的 即是是警察的雪地的車 當然是外國的 挺過癮的 不是很複雜 應該很快可以組裝 以及價錢很實惠 好 這部Jib 我們叫Jib 這部吉寶車 這些是經典的 你看到荷里活電影 這部電影 基本上這部車都一定出場 而且它使用的年代 橫跨幾十年 由二次大戰去到越戰 韓戰都使用 現代也好像有用過 好 這部車是新出的 好 這些真是新鮮而辣 登登 這個是新的系列 即是現代戰機 當然我們玩開Kobe 知道有一些二戰戰機 你有留意他們的網站消息 或者Kobe的Catalog 就知道了 但是呢 現代戰機好像 都是這兩款 是第一二款的 還有好消息 如果大家不太緊貼 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拿了Top Gun的拉臣 即是Top Gun的翻拍 其實不是翻拍的 劇情好像是說 劇中的主角 Tom Cruise 整個角色 好像有個兒子 其實就是圍繞他們的負責過程 我看Trader就猜 所以應該是同一個人物 沒有了 沒有記錯 就是Top Gun的第二集 隔了差不多三十年才拍 沒有記錯 差不多三十年 可能是 他們會拿到Top Gun的拉臣 即是Movie的拉臣 會推出幾架 戲中的戰機 當然有 沒有記錯 也應該還有其他的 先說到這裏 這一架 大家如果留意戰爭 歷史的軍備朋友 這架很出名 就是福克蘭戰爭 幻影2000 其實福克蘭戰爭 是英國和阿堅廷戰爭 但是為什麼會有幻影2000 因為阿堅廷是用法國戰機 就是幻影2000 跟獵兔犬打 或者跟其他的戰機打 詳情我不說了 這架就是他們的新系列的現貨 這架是幻影2000 的馬拉臣 戰機 好不好我還不知道 因為看了那個版 初頭我一般滿意的 感覺很帥 我一般的帥 但可能不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是起出網 好像之前 我們有隻M1 A2的Abrams 其實看圖是一般的 官套是一般的 但是砌起來很過人 今晚我也會展示多一盒 好 這個呢 繼續說飛機 先看看 好 另外 這架就是Rafaris C 這架就是歐洲戰機 熟的朋友就熟了 當然 帥不帥 1比48 總之他這兩架沒有記錯 都是1比48 400塊 絕對不會難砌 但是一定複雜 帶過 大隻過二戰的普通戰機 但當然不夠 官奏機大 我真的覺得 不要相信這幅圖 那你不如讓我做review吧 如果是香港朋友 做完review 看看 對不對勁 因為我覺得 官套的圖 拍得很痛痛 清楚還是沒有問題 但是 有時候 那些型 平面有時候會失敗了 證明機身會長一點 它已經扁了一點 你也知道 應該不是一個打橫的 所以這個是 他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有機會跟他們反映一下 看一看 散物組裝起來 漂亮 這架 仁義戰德軍粉絲 都喜歡的 不用說了 剛剛DID出的散兵 這架就是散兵 坐的JL52 就是坐這些 德軍的 中環運輸機 就跳散的 那 出這個先 我也覺得有點 奇怪 但是問題就是 這枝戰機也有冷門 所以 積穫他先出是好 起碼不會不出 如果你 出了一些HIT 這枝戰機 其實就 出了他們的機會 不尾 那這枝 機型 喜歡不喜歡 就 大家自己決定 那 德軍戰機是很特別的 每一隻的形態都有自己的個性 好像這個 豬頭 那 那 喜歡的 就看一下 那 反而這個機型 就是我自己一盞 初步看官圖 或者那些片 那些樣板都覺得很滿意 那 很重的 多少 這個呢 就是 548塊 兩個機師 這個機師型 看一下 要看一下 買得過 有個帥哥 還有一個 為什麼會穿黑衣 不是 sorry 藍衣 看錯了 全個 uniform dress uniform 的機師 挺好的 好過用那些 戴帽 那些機師 因為已經多了 出一下這些也好 好 另外一款 其實都是J52 不過呢 是 夠用的 看看 大小差不多了 這個就給了一 這個更高 只有一個機師 好 好 這架呢 喜歡美軍 或者叫做整體的儲異戰 朋友呢 不可以不儲美軍的 今天 這架 自走炮 M12 跟無他 我差點撈亂了M7 不過不同的 只要炮大陸很多 還有向高射的 好 那有幾多個人 兩個人 不過有個黑人 OK 都是說一次 你看到公仔有表情的 Coby是一模一樣的 不是畫上的 這架 AM113 運兵車 那這種車 就是二戰後的 用的 應該是有月戰 和月戰 和韓電 都會用的 所以看回 它的美軍裝束 都是這樣 好 其實不是新貨 不過再翻貨 據問 所以這架 喜歡的朋友就買了 這架照片 拍得不一般的 很頓 很舒服 但這架車組裝起來 大家可以看我這片 留意一下 Coby M12 M12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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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車 這架車是最接近 很頓模型的 當然是否喜歡 是一件事 有些朋友喜歡 是要積木感覺 有些是真實感覺 真實感覺 不如砌模型 對的 但這些組裝 就不用弄髒的手 就不用剪 就直接砌 砌多一半 就不用怕 看寫明書 有空就砌一下 一個星期 砌一架很開心 這陣子在家 一起砌 自己砌 沒有那麼悶 而且有些工作 砌有成功感 又不適合 砌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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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那裡 不是很大 這架我真是推介 而且這架 據代理來說 是挺好賣的 這架 好 精彩的東西來了 精彩的東西 精彩前 看看這架 這架好像是回樓庫 還是怎樣 這架比較難找 這架是 德軍司令官的車 就是通訊車 比較吃香 這架是三個款 之前都會斷貨的 就留意一下 好了 第十二架 精彩了 這架真的全新 也是剛剛新release 新鮮熱蘭 剛剛出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可以買的 可以買 可以買 有興趣的師兄們 就自己去康田 也有 問一問 有沒有這架 這架超大 我想跟斜線林 是沒有分別的 為什麼呢 我看錯了 只有1500塊 我看見2530 以為跟這架 有那麼多 1500塊 但是很厲害 你知道這架 是火車的 沒有他 射一些很大型的 榴彈炮 經典 玩得鬼人就玩 但是這個題材 Coby有得很好的 就是他真的會出一些 很經典的二戰的軍備 軍鞋 很多 模型都少出的 積莫不用說 積莫是更加不會 大部分公司 其實是跟風和抄襲而已 Coby就是先行的 以我所知 很多 不要說哪個 其他公司 只是抄襲而已 他們真的是先行的 所以這架 組裝起來挺好玩的 因為整個火車 就是一個D車 很驚人的 而且那個 因為他有一點 D-Form了 就是 少少積木化了 扁了一些 其實李周中 現在很流行的 少少D-Form了 那些軍軍 就是飛機 戰機塔 有些人一定會喜歡 我覺得OK的 但其實他不是很D-Form的 又是 上映的問題 他打斜了影 其實車短了 我相信他的 他的 approach 他做 德軍積木的 approach 他不會很D-Form的 太重要 即是不會將他Q版 太重要 好了 這個呢 值得推薦 自己去聯絡一下 或者投入一下 我的影片下面的link 你也應該不難找到的 做這條影片 沒有理由 大家有興趣 找不到資料 留意一下裡面的訊息 或者是 那個link裡面的內容 甚至可能reply那些 看看 應該你們 不難找的 或者第一次看我做這條影片 的朋友 更加不難的 如果你們看我這條影片 或者 看這條影片 或者是PM我 或者是寄訊息 記得的話 或者是有時間看到的 都會回覆到你們的 所以這個 這種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腦 對 各位朋友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們 ToysTV 或者我自己的 Briant Lo的一些影片 麻煩真是 不要節省 幫我 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ToyzTV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另外呢 我們Facebook ToyzTV有了 我自己也有的 那我的Facebook 就不是很多人Like 麻煩真是支持一下 讓我多一點 信心和多一點的 心機去做好自己的 相關的影片 所以一個Like 不要亂食 很重要